核心技术方面的战略是什么 自研 自动驾驶 100公里 别管一次 下一个可能性 科技的差异 这么多年以来 一直秉承的 在核心技术方面的战略是什么 首先科技的最重要的差异化 来自于AI和软件 但是底层来自于 硬件 质量 成本的体系 AI方面的整体的 我们大部分是自研 或者联合自研 这是我们在一直在做的事情 而且我相信 它改变我们生活的节点 我认为从今年开始看到 但是可能还是一些 有创新精神 有探索精神的朋友们 会更感兴趣 但是在25年 26年 27年 我相信会出现像今天 混动汽车和纯电汽车 联合在一起改变 很多人构车习惯的这种情况 也就是说 会非常非常多的认同 什么时候认同 我认为就是 当你安全放心的用自能辅助驾驶 让你在城市里面开 100公里接管一次 对 你就很喜欢 在未来五年 小鹏在自动驾驶这一方面 有什么样的规划 我们希望能够做到 在未来的一到两年里面 让中国的每一个地方 都可以开上自能辅助驾驶 对于新能源行业 下一个可能性会在哪里 从趋势上我认为 智能辅助驾驶的五年 再往下是准无能驾驶的五年 如果我们这一群企业 有几家走出去 还把质量口碑地做好 把科技的差异做好 敢有品牌有质量地走出去 走向全球 就是你让别人出去一定要有 别人觉得你有 一样的事情 一个是全球化 一个是智能化 我觉得会 是我认为下一个五到十年的 一个巨大的变化的推动 dopp取消灭 现在缔同部分 让解散写出来